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小吃 芝士焗红薯 我们需要红薯 芝士 黄油10克 糖10克 牛奶15克 还需要一个能放进烤箱的小碗 首先把红薯洗净 去皮切块 放蒸锅蒸8分钟 红薯蒸好后 立刻放小碗内 把它压平 把红薯压成泥 再倒入牛奶 糖 和黄油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倒入牛奶和黄油 是为了使内馅湿润并奶香浓郁 这样搅拌好后把内馅稍稍稍压平 再撒上一层芝士 用芝士铺满表面 这样做好后我们就能把它放入烤箱 烤箱预热 放中层 180度烤 180度 烤25分钟即可 最后开大火 使芝士表面焦化 一道简单的小吃芝士橘红薯就做好了 一股奶香扑鼻 我们把里面打开看看 内馅湿润 奶香浓郁 咸咸的芝士配上清甜的红薯 非常可口 以上是我们的食材表 喜欢这个视频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关注我并订阅我哦 我会和你分享更多的美食制作